蔡阿姨 蔡阿姨 院长 我正练舞蹈呢 您先别练了 咱今晚院出大事了 怎么了 有一个老头啊 失忆了 多大点事啊 我年轻的时候 很多男人见着我都是忆 关键是这老头啊 记着自己有老伴 但是忘了自己老伴长什么模样了 找不着老伴他就不吃饭 三天了 为了什么他都不吃 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吃我呀 不是 我想请您啊 去假装他老伴 劝他吃饭 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 干嘛非得我去啊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 有三个特点呢 你看啊 温柔贤惠 张大妈去 身体健壮 李大妈去 关键是特别漂亮 扶起来 您同意了 没办法 颜值越高 责任越大 来了 来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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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半叔 您先稍等啊 您稍等 蔡阿姨 您看 就是她 扶我回去 为什么呀 就她当我老伴 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蔡阿姨 颜值越高 责任越大嘛 好吧 好吧 潘叔 您看 这是谁 你好 我是你的老伴 你可拉倒吧 你不是我老伴 我老伴比你漂亮多了 这不是失忆 这是疯了 再见 蔡阿姨 蔡阿姨 她失忆了 您别往心里去 还比我漂亮 就她那模样 还能娶个媳妇 娶个快递人 都不一定给她 不是 我这模样咋了 我这模样咋了 当年人称 东北小飞翔 不像吗 像一半 哪一半 翔 你 院长 她说什么意思 好尴尬呀 蔡阿姨 咱们继续吧 她没救了 您的事 您还没经历呢 好吧 好吧 给我 吃一口吧 不吃 我尽力了 你稍等啊 潘叔 人都说是您老伴 怎么还不吃啊 不对 有瞎吃 既然你说她是我老伴 我就考考她 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 我都记入我这小本事了 好好 蔡阿姨 有希望啊 希望也是渺茫的 来吧来吧来吧 我问你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咱俩第一次 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吗 铲驴粪 盗墓 挖出一头驴 又给活埋了 怎么猜着那么血腥呢 总不会是产驴粪吧 对了 你说对了 当时我就是在产驴粪 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 请问为什么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说话呢 她说对了 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 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 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我救了你 对 你娶了我 没错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院长 这绝对不是我老伴 说话太气人了 哎呀 哎呀 我是咋的 哎呀 蔡阿姨 你看这是饿的 再不吃饭出人命了 哎呀 我这样 我让你再换一道题 好好好 潘叔 您换一道啊 就你们两个人之道题 比方说 谈恋爱的时候 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对 当时我们家不同意 哦 当时是你们家不同意 你们家还不同意 是他妈妈不同意 当时啊 是这样事的 哎呀 你喜欢她什么呢 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呢 那姑娘啊 你喜欢她什么呢 长得好看 蔡 你在干嘛呀 说瞎话 是要遭雷劈的 蔡阿姨 你注意态度呢 你快点吧 哎呀 长眼道 丑妻才是家中宝 长成这样的 肯定跑 找媳妇 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妈 我也想啊 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 不好找啊 潘叔 咱不情景在线呢吗 后来呢 我妈不同意 咦 咱俩私奔吧 好吧 咦 咱俩分头私奔吧 站住 院长 私奔在分头的吗 潘叔 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 结婚第二天 您出差去外地 老伴来送你 这样 咱们再情景在线一下 您假装出门 好 蔡阿姨 您送一送吗 我得送她 对对对 糟你 潘叔没事吧 蔡阿姨 温柔一点 结婚第二天 结婚第二天 对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临别之前 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我去 长得挺浪漫 咱一股烟味 哎呀 你谁呀 哎呀 妈也过来送送你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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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不是呀 拥抱只要让人不能代替 拥抱啊 现在咱们能 过去了过来 咱们换一道题 换一道题 行那我再考考他 好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 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妈妈 对就这样吗 老公长得这么小 儿子长得这么老 让我失忆好不好 妈妈 我不想去幼儿园 儿子 你三岁了 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 幼儿园 妈妈 我怕他们欺负我 儿子 不要害怕 向爸爸学习 要学会用智慧 对 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 他出去放牛 怕牛丢了 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我把牵牛那绳 直接绑我腰上了 那后来呢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儿丢了 对了 你说对了 当时就是这么个事 您怎么知道的 我哪知道 我就痛快痛快嘴 他好混 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相信了 吃饭去吧 走 跟我一起回家吧 为什么呀 你不是我老伴吗 古人云 老伴归老伴 别老在一块儿 院长 解释一下 这是哪个古人 下云的 您那上等我问问啊 蔡阿姨啊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蔡阿姨 咱进老院连续 三年的最佳进老院了 潘叔叔饿坏了 咱们这荣誉啊 就让给对面进老院了 那让他搬到对面 和和他们去 不行 他就是从对面帮过来的 妈妈 好好好好好 我再坚持一会儿 我不吃饭 我饿死了 潘叔 潘叔 他跟您开玩笑呢 他就是您老伴 不对 有瑕疵 我再考考他 我问你 你还记不记得八八年 我在葫芦岛 为什么嚎啕大哭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 让葫芦娃给揍了 八八年我下海经商 看别人捣得热带鱼挣大钱 于是我倾家荡产 进了一大批热带鱼 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 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 我就整了半冬开水 哗到鱼缸里了 那鱼高兴的 上窜下跳的 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 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你那鱼不是死了 是熟了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钱没了 人还在呀 下回争取啊 钱还在 人没了 不对吧 媳妇啊 我现在身无分文 那是个穷钢蛋了 咱俩离婚吧 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人 别这么说 你原来也是 给你 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 你拿着吧 不行 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 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拿着 不行 这是你的东西 什么你的我的 连你都是我的 心若在 鱼就在 大不了从头再来 对了 对了 88年你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老伴啊 你终于想起来了 太不容易了 我好嫉妒 你干什么呀你 我有老伴 对 就是我 咱俩才认识五分钟 我跟我老伴都生活五十年了 想当年 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 他拉着我就私奔 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 买的是船票 这是我老伴 结婚第二天 他就要出远门了 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 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 爬到门口 得 坏人是进不来了 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 这是我老伴 我生了儿子以后 需要补身体 他就用大棉袄 换了红糖 大冬天呢 光着膀子跑回家 那糖是冰凉的 可我这心是滚烫的 这是我老伴 88年 他做生意失败以后 我们俩就出去摆摊 有个坏人要欺负我 他一个箭步冲上去 拿起头 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 坏人吓跑了 可他的胳膊上 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 这是我 老伴 没错 老伴 失忆的不是我 是你 你都失忆一年了 对 从那次意外到今天 已经整整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 潘叔想尽各种办法 帮助您恢复剂 可是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你马上就混过去 大夫说这几天 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 于是我跟院长 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 来刺激你的回忆 院长 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 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 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 你饿死了 我欺负谁去啊 老伴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太不容易了 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是啊 是 是 你谁啊 这位是 哦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儿子 坏了坏了 又乱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慢慢来 只要他想起来 我是他老伴 这就行了 好好好 老伴啊 老伴 老伴 喊什么呀 我又没聋 你爸太黏人了 老伴啊 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 院长没少帮忙啊 是啊 儿子 咱们谢谢院长去 哎 潘如 好尴尬呀 继续配合 哎 好 妈妈 哎 爸爸 哎 走 咱们一起去 谢谢院长 给你们说个事啊 老板最近抽风了 你说我干的服务员 干的好好的 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 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 高兴 媳妇也高兴 新手机 新衣服 还亲自买个水果篮 让我给我老板送去 你说他怎么这么懂事呢 有这么个媳妇帮我 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 不得步步高升啊 照这进度 不到四十我就能升天 你们羡慕 嫉妒 恨我伯 我怎么那么恨人呢 我都恨我自己 喂 媳妇 你干啥呢 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 媳妇 媳妇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就不太放心 你过来看看 水果都拿上了啊 妈 这心让你操的呀 操洗碎呀 别管 从现在起 不许挂掉电话 为啥呀 我就纳闷了 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 为啥要提拔你 当大堂经理呢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我不是怀疑你 那就好 我是怀疑你俩 没事 没事 你就自然点 正常敲门进去 我就是想听听 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 不许挂掉电话 去吧 我不去 行啊 我去 我要是上去敲门 够了 你要是给我来这套的话 那我就上去了 记住了 不许挂掉电话 听见没有 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给你留门呢 听见没有 多么蹊跷的留门 老板你人呢 给谁留门呢这是 是我 问心无愧的好见哪 什么 我听不清 我洗澡呢 你过来说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你真会赶时候 正好我刚洗的澡 好见 老板 原来您洗的是 能吃的大红澡啊 不是 好见哪 你说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呢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 完了我媳妇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谢谢 谢谢 这小果篮 另过来累坏了吧 没事 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 不累 好见哪 是这样 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 一会儿呢 我前夫来 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你明白 我明白 我不耽误你俩事 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啊 我就想请您大声地说一句 你说咱们饭店齐个服务员 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怎么 这概率很低吗 我为啥提拔你 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实而清楚 实而糊涂 我不就相忠你这个人了吗 老板呢 我跟你说 你说话说权乎点啊 你要这么头三减四的 我跟你说 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妈呀 好见哪 你怎么还坐下了呢 我请您正经地回答我一句 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好见哪 你要是真舍不得走 那等我潜伏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我还回呢 老板呢 你今天说话怎么就顶分上呢 你就顶分来的呀 谁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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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得现醒了 好见你快点躲起来 我问心服归的好见为什么要躲起来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 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我深圳不怕有的邪 等 快快快 我洗 我这种 你快点躲错脸里 快 给你洗 完了 就算是认不怕有的了 你给我进去 都换新的了 是啊 要不我用啥呀 离婚的时候 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是吗 老高啊 你忘了吧 你走的时候 家里就剩下我 和承重抢呢 这当年呢 太冲动了 老双脸干啥呀 倒半夜的 你一看见你妈呀 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 穿到小树林里去了 我一看你跑了 我就追你吧 我就追你呀 你就跑啊 我就追你呀 你就跑啊 我就追你呀 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 我说我等会你吧 你一下装我怀里来了 我 去 快去 快去 我去 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 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好贱 好 我贱 我好贱呢 我不是说你 别说了 那个今天我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又要结婚了 找了个小女朋友 年轻漂亮又有钱 你说气人吗 我今天呢 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 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 都觉得她好啊 那我俩就领证了 当然了 只要你说不同意 那也不好使 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这心里 可好受死了 既然话都说开了 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 来 两个像吧 小宝贝 你这话数差上了 别躲了 都说开了 来 介绍一下 好贱 我小男朋友 老高 我前夫 前夫哥 要不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啥会啊 误会 配合一下 不是我不配合呀 你说我这要脸的人 实在是待不住了 我先走了 我求你帮我一把 我给你升职加薪 这不是钱的事 你那个客人还没走 你这当主人的走了 合适吗 孩儿的爸 孩儿的爸扎黑 有点行为行 尽量少说话 好的老公 别玩手机了 不躲 小小小小小小剑 当着你前夫哥的面 你就别抱我了呗 多刺激他呀 要咱这样啊 你看啊 咱这么多人在 咱做个游戏啊 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 就好玩 成天手机都不离手 就知道为个搏 与个聊啥的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这款手机 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人家 就搁俄罗斯的流地血 不玩方块 人玩啥呀 是不是 是不是啊 俄罗斯的 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 俄罗斯方块 我说你是在俄罗斯 烤羊肉串的吧 东北啊 你找的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我告诉你 小剑这种 稀释的表达方式 你是理解不了的 那每天一睁开眼睛 就是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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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甜蜜给你甜的呀 小剑 来 走一个 不走 走一个 走走走走走 走去 我爱你 我爱你 塞北的雪 那个 夸我白呢 我也爱你 完了完了 小剑哪 你这什么玩意儿呢 这电话铃声太闹听了 我给你关机了 哎 这是不是媳妇打了 你这我俩真弄我 我 那个 这个手机有辐射啊 对小宝宝不好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 那大宝宝的死魂 你就不顾了 好姐 你媳妇呢 回头我帮你 现在你帮帮我 求你了 好 来了 有什么事抓紧啊 我上线的时间 我上线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你说老板 你俩子还离婚了呢 你看切夫哥 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是 坑是啥呀 夸你呢 还不勒听了 那好吧 你看看你能无关 哪个能过关 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 还长到了 多好的一个女人呢 你说你都不把持住 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 看见她想把持 都把持不住吗 漂亮 原来你是慢热心的呀 这儿 这个东梅啊 这个按理说呢 咱俩离婚了你的事我不该管 但是你说你 这鞋合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 一个不知道 我走了 老高 明天咱们球场见 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塔 小剑呢 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打他还用明天呢 你叫耳夫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吧 杜梅啊 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 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 但是我一来 我看你也没这意思 所以我才编造出来 一个小女朋友的事 我想找回点面子 可是 但是 什么玩意儿啊 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 我就说嘛 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 能看上你呀 对 我俩也是编的 我俩也是编的 这是我大堂经理 来给我送礼赶上了 什么 他是你大堂经理 怎么的 搞仕途的 好见 你 你别在那儿装受害者啊 你是 我是好见的内人 见内 好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弟妹啊 你可能是误会了 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 说开了就好了 你像我跟你姐夫 当初啊 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 缺乏沟通 结果我就变成潜伏了嘛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所以说啊 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 来 玉妹 坐下 消消气 好见 快 哄哄你媳妇 行 好见你说吧 我替你怎么说 咱俩 咱俩 咱俩还有啥事 要离不 离 我是问你要离不 离求离 对对对对 我说的是苹果是在里的 离的那个橘子呀 他真是橘子呀 我真是被人天真打败了 诶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是无邪 是无邪